她的身体依旧,但内心的火却无法决绝 那火,只有每周六的相拥必定是叫不灭的 来一部新一点的吧,今天艾伦的全王首发 带来2005年阿根廷电影《哥哥的女人》 乌拉圭女星巴巴拉莫瑞的第一弹 一个有着亚裔血统的混血宝贝 在我们频道可是头一回哦 听片名就很直白,对吧?故事更出彩 这是一个发生在虫子家的故事 对于虫子来说,这里是一片大海 而对于男主马德和侯丽夫妻来看 那片海只不过是豪宅里的一个标配 用吃,从两人早餐时的对话就能看出双方的隔阂 为了保持身材侯丽,坚持早餐只吃20个葡萄 而马德在乎的是一会儿去参加弥撒 妻子穿这条裙子会不会有点暴露 可以揭晓谜底了 夫妻两都有病,生不出孩子 目前医生还没个头绪 神父更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到他粮 为此侯丽这个媳妇可没少受婆婆的冷嘲热讽 在这个微妙关系的家庭里 还有一个人,马德英俊的弟弟法克 不记得他是个业余画家 同样喜欢艺术的侯丽 跟这个小叔子反而很谈得来 当然目前也仅限于此了 更微妙的是兄弟两关系很紧张 听说侯丽花三千买了弟弟一幅画 马德顿时火矛三丈 一天到晚捣鼓那些破话 不来厂里帮忙就算了 每个月还都要接级他 现在竟然把画卖到他家里面来了 夫妻间还有个矛盾 马德想着既然自己不能生 那就领养一个呗 可侯丽坚决不同意 不像自己的孩子那还叫孩子吗 两人的紧张关系 让侯丽和法克越走越近 当然给他当模特这种事 侯丽是瞒着丈夫的 可谁曾想到一个意外 打破了这场游戏 好家伙马德怒火直接被点爆 冲回大厅里 把弟弟的话丢进了泳池 下一个场景还是发生在泳池里 乌拉圭女神的身材有多哇塞 兄弟们自己看吧 侯丽发现了泳池底部的话 但却没有勇气跟丈夫调明 找不到倾诉的人 那只有找法克了 喝了点小酒 他有点困意 法克就让他在这边睡会儿 并保证划好三八线 等到睡得迷迷灯灯的侯丽醒来 一夜五十哈 等到第二天侯丽回到家 没想到丈夫马德还在等他 都到了这个地步 两人就说开了 这是夫妻俩的第一次打吵 本来就对丈夫一肚子气的侯丽 回头就来找了法克 巧了 今天法克刚好跟前女友分手 在对丈夫和老哥的控诉中 两人被吸引着靠近 直到贴到一起 侯丽是个内心敏感又脆弱的女人 发生了这种事 她第一个想要告诉的 就是她的男闺蜜 看样子你也知道 她的取向不同 话终点啦 今天的故事跟这个还有交集 男闺蜜并不惊讶于侯丽的行为 相反的还鼓励她 去追寻内心的快乐 结果呢 貌合神离的夫妻俩 在当天的晚餐时 就为了丈夫无限循环的 一首歌而杠上了 实在看不惯的侯丽 被送上离别吻的人妻 心里竟然有着一股莫名的轻松 吃完可口的早餐 她就开始安排当晚的节目 节目的对象呢 当然不会是丈夫了 而是她的小叔子 她放了女佣两天假 穿上那条丈夫不喜欢的吊带裙 不过啊 她自己划了条红线 游戏归游戏不能争那个 刚开始法科也是郁闷的 直到丈夫马德的电话 惊醒了一对野鸳鸯 马德查房师的询问 着实吓了猴鸣一跳 随后她也谈笑着应付了过去 镜头晃过马德的肩膀好家伙 一个人影在浴室中 这里先卖个关子 很有趣的关子哦 这边家里的晚餐 自然是温馨和邪辣 法科回忆起了侯丽的婚礼 就在那一天 她有了亲吻新娘的冲动 虽然她并不是新郎 从泛着桃花眼的对面来看 侯丽明显是心动了 她想要和法科亲近 又不敢做出越轨的举动 结果就是各睡各的行吧 不过要以床的中央为界限 缺乏安全感的女孩 从小就不敢一个人过 不敢一人睡觉 这也是她嫁给马德的原因之一 行呀 这有什么的 法科爽快地答应 相信面对如此家人的时候 也没有几个男人会拒绝吧 接下来的一段 也是全篇最撩人的一段 虚眼的门缝和无意间的窥减 难掩着对不伦练的荷尔蒙迸发 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 在这一刻都发生了 同样的房子不一样的激情 禁忌的闸门一旦被打开 就再也难以收回了 看着熟睡中的嫂子 法科陷入了沉思 这一步她到底还是走了 哥哥的房子她睡得不踏实 还是走吧 临走前 她做了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朝着泳池尿尿 猴力其实早醒了 偌大的房间又剩下了她一个人 这个秘密只能跟男闺蜜倾诉了 男闺蜜的安慰格外暖心 不用愧疚呀 都什么年代了 婚姻不幸福 那就勇敢地去追寻吧 所以这一边法科床上的是谁呢 前女友呗 好家伙真是精力旺盛啊 马德回来后看到妻子在默默捶泪 还以为她又在纠结孩子的事 心有愧疚的猴力深情地送上热吻 可马德又破来了冷水 今天可不是礼拜六啊 就这么过了几天 当猴力从事心情和男闺蜜 在做瑜伽的时候 法科打来了电话 约她去酒店里相会 猴力顿时小鹿乱撞羞怯地答应下来 于是就有了海报上的一幕 猴力已经陷入迷情的漩涡 无法自拔 等晚上马德回到家的时候 妻子已然在泳池等她了 心情大好的她让丈夫把鲜花丢下 她就如一条美人鱼从花间钻出 猴力的下一个邀请更为大胆 让丈夫现在跳进水中共用 马德呆了一下 还是听话地照做了 妻子的热情线文 却依旧挡不住冰凉的池水 不得以马德选择了做个逃兵 等到猴力裹着浴巾来到卧室 继续发起热情攻势之下 马德却还是冷淡地给出回应 不好意思 今天不是周六 太令人失望了 不过到最后 马德还是从了她 也真是一对古怪的夫妻 第二天中午荣光焕发的夫妻俩 又迎来了那个苛刻的婆婆 还有从来都没有准时到的弟弟 一家人坐一起 明显看得出都是各怀鬼胎的 婆婆觉得既然大儿子没小孩 那就指望小儿子快点找个老婆吧 可法克不想结婚 没有哪个女人能让她停下 马德依旧在生弟弟的气 猴力看法克的眼神都不对了 果然去厨房开酒的时候 法克跟了进来 直到被女佣撞破两人 才不舍得分开 好家伙 猴力这下子就不淡定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 接着沉迷接着放纵 那一天猴力听到了一个 令她惊掉下巴的事 法克告诉她 马德从来不喜欢女人 因为她就是个 鸡老和猴力的男闺蜜是一样的 问她为什么知道时 法克却是一脸的凝重 而男闺蜜却另有看法 马德是鸡老 但并不会出柜 因为她永远都没那个勇气 实在忍不住的猴力 回家就质问了丈夫 没想到马德一口否认 但是神情却是那么的慌乱 没跑了你还真是这样的人 隔天一早 猴力给丈夫留了封诀别信 把马德送她的手机 毅然地丢进了庸池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兄弟俩的情意是彻底地被死破 马德怒气冲冲地去质问法克 却被弟弟倒打一耙 更大的刮来了 很小的时候 法克就被马德欺负过 从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一直痛苦到现在 兄弟俩在怒火中不欢而散 猴力并没有去法克家 而是开了个房间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后 感觉从没有如此的轻松啊 但很快生活又敲打了他 猴力竟然怀孕了 那孩子一定是法克的 他慌了不想让孩子出生 就没有父亲 这时候男闺蜜站了出来 说他愿意做孩子的父亲 猴力感动坏了可法克的态度 却让他再次流泪 他不相信孩子是他的 并给出了两个选择 要么跟马德说孩子是他的 要么去打掉 随后就决绝地一走了之 而这一切都给文讯而来的马德听到了 第二天一早一晚上 没睡着的猴力还在迷糊 服务员送来了一束鲜花 他不安地打开 卡片上只有两个词 恭喜 马德 猴力去了教堂忏悔 却不肯告诉神父孩子的父亲是谁 神父严肃地叮嘱 他千万不能打掉 那将不会被上帝所祝福的 此刻的猴力伤心彷徨万分地无助 正在他纠结 要不要做那个决定的时候 马德的鲜花又送到了 他找到了妻子丢进泳池的手机 并修好了它 猴力同样有两个选择 按数字一的话能找到法克 按二才是马德 猴力犹豫地按了数字 他拨通的会是谁呢 随着电梯门打开出来的是 马德 还是深爱他的丈夫 选择了扛下一切 作为未来孩子的父亲 并守护母子两一生 他唯一想要妻子原谅的是 他真的深爱猴力 但是他喜欢男人 所以他决定出轨 并想取得猴力的同意 这一段孽债终究还是结成了 其实影片最后还有个花絮 法克收到了马德寄来的邮件 告诉他升级成为了叔叔 女友在一旁也替他开心 而公园里婆婆溺爱的 亲父孙子的小脸蛋 感叹道 可爱的宝贝 就连酒窝都随你爷爷的家族 2005年阿根廷电影 哥哥的女人 剧情和表演都是三星 卡瓦五星 综合四星 千禧年后必看的 阿根廷优秀剧情片之一 我继续期待 晚安 晚安 拜拜 末哨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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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四星 桥 一 正